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庚仁 在今天召开记者会 针对市民最不满意的交通问题 提出五大解方 还有一项诉求 包含了推动桃源集结延伸串联 还有建制全市智慧交通中心等等 林庚仁表示会提出短中长期的解方 宣誓上任之后会依序解决交通的问题 还给市民安全又便利的生活环境 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庚仁 提出交通政策抛出五大解方 还有一项诉求 要来解决新竹长期面临的交通总境 认为新竹县市要携手合作 尤其桃源集结已经规划 要衔接到桃源台铁中立站 未来可以透过合作推动集结 延伸到新竹湖口串联竹科 解决上班族交通问题 同时进行环状道路打通环节 建制全市智慧交通中心 同时停止新建大新竹车站 不再让已经切割的新竹都市交通网路 未来无法再缝合 我当选以后我们一定会主动跟新竹县来 及科学员机来协商 如何把新竹县市科学员机 共同生活圈的交通来解决 宣誓上任市长要彻底解决交通问题 提供市民安全又便利的交通环境 记得众后报道 亦推荐